一部故障电梯成功阻挡丧尸入侵 可外面丧尸成千上万 这座电梯间能保证男人一切安全吗 今天就为大家带来惊悚电影《活石电梯》 男主克劳迪是一家上市公司的CEO 这天忙着去签合同 越是着急录越堵 所有人都认为这只是一次平常的堵车 却不知道危险已经降临 这时广播新闻报道称 昨晚城市发生几起暴动事件 具体原因有待调查 克劳迪却不以为意 他只想签完合同之后好好潇洒一番 到达公司 看见一位新入职的美女想尚未讨好他 克劳迪本就风流成性 直接让他来办公室详谈 正说着前女友从身边走过 扎男属性上身 直接跟着走进电梯 一番寒暄后 见四下无人 按停电梯 对前女友动手动脚 就想和他补习一下生物知识 要知道前女友并非善查 他假意顺从 让克劳迪卸下防备 一招神仙踩葡萄 克劳迪瞬间成为带宰羔羊 痛扁一番后 潇洒离开电梯 只是他不知道的是 现在有多霸气 等一会儿就多卑微 间急没能得手的克劳迪 按下电梯 下一秒 电梯出现故障 卡塞六层和七层中间 克劳迪按下紧急求救按钮 等待救援 没多久 保安打来电话 让他耐心等待 五分钟肯定解决问题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别说围求人员 连个人影都没有 秘书也是夺命连环扣 克劳迪不想坐以待毙 使出全身力气 徒手扒开一道门缝 接着不管再怎么用力 电梯闻丝不动 无奈之下 克劳迪大声呼喊 可走廊上空一人 他想要钻出去 可身体根本无法通过 只能等待救援 这时妻子打电话告诉他 有人在疯狂敲门 询问来意也无人回答 克劳迪只能让妻子 锁好门窗报警 可报警打过去之后 无人接听 克劳迪也不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能稳住妻子 派司机过去查看 等他给司机打完电话 妻子电话又打进来 他看见电视上播报 大家都疯了 街上到处都是暴雷事件 克劳迪现在自身难保 只能不断安慰妻子 挂断电话后 克劳迪赶紧上网查一下 果不其然 手机上全是暴动新闻 就在克劳迪抽根滑子 平复心情时 突然听到身后传来求救声 人们正疯狂逃窜 忽然一个女人摔倒在她面前 正是刚才霸气走出电梯的前女友 她正想要钻进电梯 求着克劳迪救救自己 还没等她反过来 前女友就被不明力量拖走 没一会儿 前女友的惨叫声戛然而止 走廊上重新恢复平静 外面到底怎么了 克劳迪不由自主地向外看去 突然两只像丧尸一样的生物扑过来 吓得她一屁股摔在地上 丧尸们挥舞着双手 想把克劳迪抽进扒皮 奈何门缝狭窄 他们根本进不去 这时一阵声音传来 引起丧尸注意 他们向声音走去 克劳迪赶紧起身 呼叫保安室 询问他们为什么还不来 话还没说完 保安惨叫声传来 显然对方已经成为丧尸的盘中餐 克劳迪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拿起电话把所有连人打了一遍 却没有人接通 这时女秘书打来电话 正准备接听 一只手死死抓住克劳迪 想要啃食 看来前女友已经被感染 克劳迪拼命挣脱束缚 奋力拆下扶手 朝着她一顿狂砸 直到老青人没了动静 这才罢休 完事后 克劳迪用水洗去脸上血迹 用文件将用地上血迹盖住 随后用扶手推开前女友尸体 不久外面又传来脚步声 不过这次并非丧尸 而是新入职的美女实习生 克劳迪小心翼翼的把她叫过来 想要试图合力打开电梯门 然而两人想尝试几次都没有成功 扶手还是不小心掉在地上 发出的声音惊动了附近丧尸 实习生想要钻进电梯 奈何缝隙太小 只能找来防身武器 对着丧尸狂怼 一个软妹子竟然成功反杀丧尸 还没高兴两秒 又出现两只丧尸 他们抓住实习生疯狂撕咬 任凭克劳迪早的呼喊 叶南迪丧尸肯是乐趣 此日她已经陷入绝望 只希望妻子能够平安 急忙打去电话 但整个城市都爆发了丧尸病毒 妻子那边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还没来得及说几句话 电话那头传来了妻子的惨叫声 克劳迪摊在地上痛哭 不知过了多久 幸存同事走过来 看见克劳迪躲在电梯间安然无恙 也想钻进去保命 奈何身体不允许 最后不仅没成功 还弄出声音 不出意外 同事也领了盒饭 此时的克劳迪已经没有毁下去的欲望 看见路过的丧尸 故意挑选他们 几只丧尸闻声而来 克劳迪抄起扶手 对着他们一顿疯狂输出 发现心中怒火 突然走廊里传来女秘书的求救声 她被丧尸前后夹击 克劳迪大声呼喊 想要引起丧尸注意 就算喊破喉咙 也无法摆脱女秘书被咬的命运 一个接一个生命 在克劳迪眼前倒下 她的情绪逐渐崩溃 拿起手机想要查询如何自救 可手机里到处都是运量的消息 整个世界危在暂夕 就在这时 电力中断 任凭外面丧尸疯狂咆哮 克劳迪躲进电梯无动于衷 此时的她已经心如紫灰 想要抽根滑字时 外面传来几声枪响 走廊上的丧尸尖连倒下 难道是救援队赶来 克劳迪的希望再次燃起 一位士兵救下她 克劳迪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 平民求救 大兵只身一人 徒手扒开电梯门 对她来说难如登天 必须找到发电机才能解决问题 大兵留下手枪和对养机 转身离开 在克劳迪指挥下 成功找到发电机 电梯也重新恢复供电 可门依旧打不开 克劳迪上手去扒 不料声音引来丧尸 她连开几枪将丧尸全部击毙 刚松一口气 对养机里也传来大兵的惨叫声 看来她已经遭遇了不测 克劳迪唯一的希望就此破灭 顿时万念聚会准备自杀 千军一发之际 头顶传来大兵的声音 原来她还活着 克劳迪用扶手撬开电梯顶 将大兵救下来 但她已经被丧尸要伤 大兵告诉克劳迪 病毒是从某个实验室泄露导致的 还拿出妻子照片 讲述他们相爱的故事 听到这儿 克劳迪感到羞愧 风流成性的她 对妻子始终爱搭不理 早上还因鸡毛蒜皮小事吵了一下 但现在连吵架的机会都没有 两人一直聊到深夜 大兵自知会变成丧尸 拿起手枪交给克劳迪 顶住她 等自己熟睡后再开枪 这样就可以减轻痛苦 面对证明恩人 克劳迪怎能下去手 看着大兵逐渐失去意识 朝自己扑过去 魏子宝只能开枪 枪声引来大群丧尸 克劳迪捡起喷子疯狂扫射 强大的后座力将她撞晕过去 迷迷糊糊中 克劳迪被枪声惊醒 发现走廊外的丧尸已被清理 开枪的人却不见踪影 就在克劳迪困惑时 妻子打了电话 他并没有死 被士兵救了下来 现在很安全 克劳迪写日而起 回下去的欲望爆棚 仔细检查电梯门 原来是安全装置 将其卡住 克劳迪用扶手将其撬走 成功打开电梯闷闪闪微微 来到城市中央 这里一片狼藉 到处都是尸体 宛如人间炼狱 克劳迪捡起地上牛奶准备喝 不料地上的丧尸突然炸尸 克劳迪本想与他一蹶高下 一声枪响 丧尸应声倒地 原来是潜伏在楼上的狙击手救下了他 军方清除了城市所有丧尸 病毒也得到控制 至此影片结束 火石电梯上于2017年 一部小成本制作的丧尸电影 密闭空间和独角戏的设定 本应该让该片成为 备受瞩目的枷锁 实际表现却令人失望 剧情过于冗长 且缺乏智慧 更像是一篇流水账般的命题作文 尽管文艺符合题目要求 但初处存在尿点 毫无惊喜可言 至于恐怖元素的呈现 更是平淡无奇 靠时不时放出个丧尸 来吓人的老套手法 已经让人无法接受了 尽管文艺符合题目要求